下面三 我们看渐进线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学渐进线没有出现在教学大纲中 考研大纲中有 所以成为了命题的一个热点 本科教学大纲里没有写这个 有的老师说那为什么当年我学了 学了是增加给大家的知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考研考了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按照本科教育大纲 教育部制定的 这个里面是没有写进线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用 好一个月来说 按顺序来办 我讲的这个一二三 就是解题顺序 第一个 如果fx在x趋向一个点时 函数的极限值是无穷大 我们则称 这个是一条千锤进线 它只会出现在函数的无定点处 或者区间端点处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呢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当然是k区间了 因为这个端点不能取 要能取直 它就不可能是无穷大 是吧 所以肯定是k区间了 那么这个意思比较简单了 大家看 这个千锤进线那边是这样的 假如这一点是x 我们允许单侧 这个是允许单侧的 比方说 你从这个位置曲线过来 曲线过来 大家注意 是不是从x0正曲线过来 是可以的 比如说趋复无穷 正复无穷都无所谓 比如趋复无穷 我们就称这条线 叫做千锤进线 能听到吗 你可以从这曲线过来 从这曲线过来 这是从负向曲线过来的 是吧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之为 千锤进线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两端趋向都是无穷大 并非要同号无穷大 也可以是一号无穷大 是不是这一条尖锐尖进线 是不是大家 只有单侧 各位 那您这样帮我回答一问题 如果双侧都是无穷大的话 请问这个点 是不是正好也是函数的什么 是不是函数的无穷尖断点 是不是 没有错 但是的话呢 你如果去掉一条 你只有这一条 这条线依然叫曲线的千锤进线 但这个x0点就不叫无穷尖断点了 因为它没有双次定义 对不对 没有双次定义 这个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 叫做千锤进线线 你要看 趋向于这两个点 这两种类型的点 函数值是不是无穷大 来确定它的千锤线 第二 水平线 水平线大家也理解的 如果一条曲线 比如说这样的曲线 它有水平进线线是指什么呢 当这个曲线水平 就往正乎穷 或者负穷走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水平之线 与其无限接近 是这个意思吧 逐渐趋近的线 这条线叫y等于a 那自然你要研究的是 x区正乎穷 或者负穷时 看函数值是否是一个常数 如果是个常数 那么它就有水平接近线 如果不是常数 它就没有水平接近线 对不对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叫做斜接近线 这个斜接近线 首先大家要明确一条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数学三前两年考试 打开试圈 头一题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比方说 这个我们可以提个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个问题 那年数学三 打开试圈 头一题 他问你选择题 y等于x加上3x分之1 y等于x加上3x y等于x平方加上3x分之1 y等于x平方加上3x 请问谁有斜接近线 这个实际上是送分题 四个选项是吧 我一眼就应该看出来 那么为什么这里要打开试圈 第一题 这是送分的 很多同学还要去算 那主要是因为对于斜接近线 对于斜接近线的概念 不是很熟悉的 我们讲什么叫斜接近线 大家注意 当一条曲线 斜着走上去是吧 那么斜着走上去呢 我有一条水平 我有一条斜直线 大家是这样吧 它对斜直线 只能是这个 ax加b 同意吧 我给ax加b叫斜直线 如果你一条曲线 如果你一条曲线 黑色画曲线 和这叫y点fx 你说一条斜接近线 就是一条曲线和一条斜直线 逐渐趋近 是吧 这才就是斜接近线 那要能逐渐趋近 它俩是不是得同步 同步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函数fx 对x的一次方 在x区无穷大时 真无穷或者负无穷时 它必须是一个什么 是同阶无穷大量 还记得我讲的概念吧 同阶无穷大量 是指他们俩 曲线无穷大的速度一样快 对吧 所以它的次数 必须得是几次的 一次方 你不能太快 也不能太慢 对不对 能听懂意思吧 所以我马上就能 把这个题目的选项 做一个排除 你看这个选项里的 这个都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平方啊 是吧 平方的次数超过了一次方 说明你这两个函数曲线 上得快 听得懂吧 你这个y点 ax加b 是一定跟不上它的 不取决于ar 虽然a变化一下 它可以抖着起来 但是你的这个抖 还是平缓 决定不了 无穷远处的趋势 因为它这个增速太快了 你这个直线跟不上 懂我意思吧 你的斜直线跟不上 所以首先第一条 你要确保 你的曲线 得是x的一次方 对不对 有的老师 那就真的 每次考试都是x吗 那当然不一定 我数字是跟x同阶即可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根号下4x平方 加上x 我问大家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次方的意思 就是平方开根号 是吧大家 这个也是一次方的意思 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x 当然小的题目 那可能出现是x 所以大家现在 是不是只剩ab两个选项了 那么cd就排除了 你说这不是 这叫什么 打开试卷投影题 是不是叫口算题 他想送分给你的 你要学会这个 好 第二步 再看 那么除了这个 这就是我们在讲义上写的第一条 你要保证什么呢 x趋无穷大石 fx对x的一次方的比值极限 视为非零常数 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 他会决定斜直线有没有的前提 是吧 这是第一个条件 决定那个斜率 是吧大家 第二 还得有一个结局 是不是 对吧 那结局怎么意思的话呢 你看这图 那么这个b是怎么办呢 有无限接近 那当然意思就是说 无限接近是叫limit x趋正无穷 或者负无穷时 我还得保证fx和ax加b 它是不是无限接近 无限接近函数极限指示不为零 对不对 大家 那极限指示零 那极限指示零 这个b非常好求 大家b就等于 你想这个b本身跟ax没有关系吧 你相当于是减b 把b挪出来了 就是limitfx减去ax 看懂了吧 x趋正无穷或者负无穷 所以就是你把那个a球出来之后 然后用fx减去ax 再算极限 而如果这个b存在了 我们说它就一定有些接近线 对不对 如果这个极限指示也不存在 没有拮据的话 光有a也不够 明白吗 所以这个题 你别看这个题目小 这个题目麻血谁小 所以就物账俱全 全都有 大家看这 这两个我不用啰嗦 你发现 limitfx趋正无穷十 我随便说一下 大家想这个x加上sine 不管sine谁 我问你比上x 极限是不是都是1 就不管这些几 因为很简单 不用啰嗦 这叫同结无穷大量 对吧 所以这个1不得零 是不是就是那小a 但是来讲的话呢 你要算b了 那么b就等于limitx趋正无穷 你比如说 我现在函数是y是吧 y减ax 也就是说 一定是x加上sine这个东西 再减去ax 是不是就减x 所以实际上它就变成limitx趋正无穷 是不是sine这个东西 是吧大家 您就发现 如果现在取的是x分之 如果取的是x 能行吗 不行 因为你要这写x的话 这是不是叫不存在 这是震荡不存在 是吧 所以如果大家取的是x分之1的话 这个极限是不是得零 零是不是一种存在 所以答案只能选a 对不对 而且这条斜金级线是什么 是不是叫y等于x 就这条斜金级 因为b得零嘛 明白意思吗 那大家再算一下 负物凶大 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它只有一条斜金级线 明白意思吗 这个基本概念 大家搞清楚 这两步 斜金级线为什么必考 甚至有的时候 大家知道 甚至有的时候 这个严训考试只考斜金级线 有的 千万有几条斜金级线 它其他的都不考了 就是因为这一段 是涉及到比较丰富的极限计数 这是第二步 要注意 所以斜金级线是个考点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 那么迅速做一道例题 这个不难的 这个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 按顺序 第一步先看什么 各位 先看尖锤 大家看尖锤 是不是找无定一点 或者开区间端点 是吧 定义区间端点 同时告诉我 这里X不能等于什么 有几个东西很简单了 一个是不是X不能得零 因为只有1的X 平方分之一十方 是吧 分母不能得零 第二X是不是不能等于1 第二X是不是不能等于负二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点 是不是都是无定一点 它是不能等 所以这三个点 是不是都较无定一点 好 开始了 Limit X趋向于零 那么要看一下 它要 如果你要分左右 那再分 如果不要分左右 能算出来 那就不分 是不是算这个 然后乘以 阿克探际的 X平方 加上X 加上1 除以X 减1 乘X加2 是这个吧 大家算 这个等于几 一个X趋零 是 无穷小的平方 是不是零正 零正的倒数 是不是正乎零 故 这个1的正乎零 是不是叫正乎零 能听到 这是正乎零 这是正乎零 趋零 好 大家看这个 当X趋零 时 阿克探际的 这个是不是只剩1了 分子趋一 是吧 分不趋一几 是不是负2 能听懂吗 这不趋一 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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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一正二 是不是负2 所以是不是叫 阿克探际的 负2分之一 对不对 那大致 阿克探际的 负2分之一 是不是负值 没错吧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负数 乘以正乎零 结果是不是叫负乎零 对吧 大家回答 我是不是趋向零 确实是无穷的 管他正乎零 是不是千锤 间进线 是的 这是一条千锤 间进线 是谁呢 是X等0 这是一条千锤 线 千锤 间进线 找到了吧 有的 这是一条千锤 间进线 好 如法炮制 大家再来 先好没有 先好了 下一条 X区一几了 我这可以插 你们可以重写 我就插掉了 区限于1 好 大家怎么 当然区1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常数 1的1次方 是不是就1 那卓子 这个不一样 大家区1的时候 上面是不是区3 就是3 这个是区限于3 这个不管他了 这一项是不是区0 所以大家帮我想一件事 这个X减1 既然去0了 它到处是不是区无穷的 那你琢磨 RX区一正 这是不是叫正无穷 X区一负 是不是负无穷 但是不管正无穷还是负无穷 RT的正无穷 是不是正二分之派 负无穷是不是RT的负无穷 是负二分之派 但不管它 总是个常数吧 那么想这个是不是就是常数 常数成是常数 是不是等于一个非0常数 这样说听懂吗 这是个非0常数 就不管是1正还是1负 非0常数 既然是非0常数 是不是就不是无穷的 听懂没 只要不是无穷的 是不是迁锥接近线 它就不是迁锥接近线 听懂懂吗 好再来 如果现在趋向于负二 同样的道理 如果现在趋向于负二 一起琢磨 这是不是常数 是不过三二 这个越想越明白 是常数吧 上面是不是常数 这是不是常数 非0常数 非0常数 都是非0常数吧 是不是就这一项趋于0 又这个道理 阿格塔尼塔 不管是正无穷 还是负无穷 是不是都是个常数 那常数成常数 是不是等于一个非0常数 对吧 那么说明它是不是迁锥接近线 答 它也不是迁锥接近线 回去每一道题 自己再琢磨一遍 再算一遍 所以三个五顶一点 只有一条千锥接近线 各位对了吧 好再来 下面考察 第二个 擦掉了 大家回去 因为我这个屏幕一擦就好写 你当当不好写 你只要回去 要好好的把它重新再写一遍 是吧 这个这x等于几 0 是一条千锥接近线 第二个 考察 水平接近线 水平接近线 就看limit x区正负无穷 是吧 大家 比如说 区正负无穷 那么 1的x平方分之1 首先大家确定一点 当x区正负无穷 它到处是不是区0 1的零四方 是不是区1 这一项已经变成常数了吧 乘以 ark tan 大家记不记得 抓大头的方法 上面是x方 加x 加1 老大是不是x方 因为区无穷大了 底下是不是x减1 乘以x加2 是不是底下也是x方 是吧 这一块区向1 2个 它你的1 是不是四分之判 各位是这个意思吧 固 你要这个算出来的 因为这个只得算 为什么 你要写出是几 才能写出水平接近线 是吧 当然这个题 他问的是几条 但作为解答题 你要算出来 这个答案是不是正好是四分之判 对不对 那么同样道理 他实际上区负无穷是 结果是不是也这个 也是的 有没有水平接近线 有的 那立即推 y等于四分之判 视为一条水平接近线 既然两头 大家都有水平接近线 各位 还有没有写接近线了 那就没有了 都是水平接近线 已经有了 他就没有写接近线 写接近线就没有了 看到没有 正好呢 我们刚才也举了一个小例子 这个小例子 给大家讲了写接近线 大家 你就懂了 这个是几条 一共是两条 接近线 送分题 这个算是送分题了 到了强化阶段呢 我们给大家再举一些 难度高一点的例子 难度高的例子 他无非就在计算上 给大家制造一些 新的麻烦而已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 建金线的问题 只要你懂了基本概念 主要考什么呢 主要考着大家 极限计算能力 是吧 这个不要算错了 要既准又快的 把它算出来 才可以 好了 这个我们讲的 这是第三个话题 说到这 下面第四个 叫最值 要落实到这来 这是莱布尼兹说的 他说我的微积分 就是研究这玩意的 研究什么呢 研究最值的 当然他的说法 是具有片面性的 只不过在历史发展 问题当中 这当然是一个 重要问题了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 第一 如果给大家一个 B区间 那么大家知道 连续函数 给一个B区间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在AB上 找出三类点 你只需要找 三类特殊的点 这种special points 哪三类特殊点呢 第一类 叫做导数为零的点 我们称其为叫注点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吧 如果函数这一点 这个可导数为零 我们称这一点 是这个 这个叫做注点 第二种呢 它是导数不存在的点 导数无定点 我们称之为 叫做不可导点 我们把这两类点 统称为 叫做可疑点 叫做可疑点 就是叫做 suspected points 叫做可疑的点 被选点吧 这一点都给我 一个一个找到 找到给我站一排 我站好了 还有什么呢 叫做端点 两端的 因为是B区间 是吧 大家还要找到端点 然后的话呢 很简单 比较 这三类点的函数值 看到没有 比较 这三类点的函数值 比较注点的函数值 不可刀点的函数值 和端点的大小 取其最小者为最小值 最大者为最大值 回答完毕 这就是一元函数 最值问题 是不是大家 考试考的 这是考试可以考的 你不要以为 大家当然有同学复习到了 或者大学 一年级下学 学过 我们多元函数 是不是还有极致最值 那个更复杂 但是不代表 他一定只考下册 上册这也能考 而且经常出题 好不好 这个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第二 如果的话 这个 在区间上 这个是第二种 这个经常出现的 这个大家的 如果在区间上 求出的是 唯一的极致点 他没有这些比较 他比如说 你这个整个的 在你这可以考虑的 有定义的区间上 是吧 就有概念的 有这个有定义的 比如说 长度不能为负 是吧 它是大于零 小于正不穷的 如果你在区间上 找到了唯一的极致点 那么大家就不要 再去比较 没什么好比的 端点又不能取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有实际背景 根据实际问题 比如说 根据几何问题 它是个几何问题 根据物理问题 根据经济问题 它必然存在最值 所得即所求 此点极为最大 最小之点 说句话 大家要学会去说 我马上的立体一 就给大家会谈这一点 这个等会说 第二 如果给的是开取间 端点考虑取其值即可 听到为什么 那这时候大家想 是不是不一定有最值的 不理我 那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 那这个很简单 你开取间 不一定有最值的 你比如说 这是A 这是B 同学们 你想啊 这一点还是有 比如说 它这样下来了 是不是趋负无穷 那趋负无穷 它没有最小值 懂意思吧 这不会有最小值了 那如果这个是这样上去 它没有最大值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开取间 不一定有最值 你要取 端点不能取 大家考虑取其值 记得我意思吧 这个就是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种题 还是通过实际的例子来说吧 主要是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 先看例题 这道题的话呢 是仿造2018年 2018年 书一书二书三 都考了一种公共背景的几何问题 各位 你不要以为这是物理问题 这个不是 这是典型的几何问题 同意吗 这个是几何图形 它比如说 宽X为多少时 才能使建造时 使用的材料最省 那省材料 实际上就要求你什么 要求你使用的这个铁丝啊 就是这个一圈 所以用的这个最短是吧 实际是吧 它都算周长的 就是这个长度最短 懂你是吧 我念一下题啊 今年考试不是吗 一根铁丝 要做成一个圆 做成一个方形 做成几个形状 请问怎么做各种尺寸 这个铁丝使用的量最少 数三也考了 数三你看铁丝 屋里也不考 这个太矫情了 没有这个说法 那人家说 材料最省 成本最低啊 那是不是数一一二不要做啊 花钱最少 是不是人家也不要做啊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这个 这属于公共背景的问题 好 我们看一题 防空洞的截面 你建成 举行加半元 看人家说了啊 举行加半元 这两个图都得有 是吧 大家 截面面积定为五平方米 这个不能动的 请问底宽 X为多少时 才能使得建造时 使用材料最少 其实也就是 这个 这个 周长最小 是吧 你用的材料最少 那 最省钱 就这个意思 建立一个基本模型了 这个里面 你自然看到 我这样啊 举行的宽 告诉你 X 你图都画上了吧 大家琢磨一个问题 这个事儿 有一个他没写 是不是你自己写 是不是高度是Y啊 是吧 大家 这就出现了一个 二元函数了 是吧 但是它是有一个什么 对了 它有一个方程 是可以把XY的关系 解出来的 是吧 所以它不是 多元函数的追逐问题 我们写一下了 假设 这个 矩形的高 我们先写成Y 则 大家注意 总的面积S是等于 这是确定的 它是什么呢 X乘以Y是吧 哦 哦 不是 哦 我的S是这样写 我记一下 周长为S好吧 各位这个要不要 不要不要 周长不要写S 这个写L最好 是吧 我们记周长为L 面积为S 我还是大约这样写 是吧 这个S呢 square面积 是吧 这个周长是 长度是LENGTH 是吧 这个怎么念 是吧 是吧 长度是吧 长度还是用L来表示 你看我这个英文水平 square SQUARE ARE 是吧 square 面积 是吧 好啊 我说了啊 我的S等于什么 先说面积 说吧 很简单 底层也高 是吧 这个宽层也高 是不是有XY 有这个吧 加上什么 对了 这个你注意啊 它的这个半径 是不是二分之X啊 所以是 首先说是吧 π乘以二分之X的平方 但它是个半元 再怎么办 再乘二分之一吧 你不理我 帅不上 这东西是不是等于5 这就是个方程啊 你说对不对 由此我们可以解得 Y等于 大家算一下 这个很简单 我们算一下 Y等于什么 你这个这块的话呢 是八分之πX方 是吧 5减去 5减去八分之πX的平方 是这样吧 然后再除以谁 X吧 除以X 是不是这样写 我说对吧 叫做X分之5减去八分之πX 你把这个Y先给我解出来啊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 是吧 由则 于是 我的L就等于 这个就对了 是吧 那么你这样的话呢 是几个Y 两个Y 两个Y一个X吧 所以是X加上两个Y 再加上周长 这周长好说了 半元周长 一个元周长 这πR是吧 我现在应该是几个 二分之πR π乘直径是吧 是吧 π乘直径 πX 就是二分之πX 是吧大家 没人理我 别写错啊 别说 有到处于二 都是个半元周长 他就等于 我跟你说啊 到了考场上 你别看这简单 就是你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老是有干扰 比如说最后五分钟 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写的 都不知道自己写什么 所以你记住啊 做题一定要有宽裕的时间 要有冷静的头脑 就算只剩五分钟 你就假设还有五十分钟 你懂吗 你这个心态一定要好 所以平时要模考啊 模考训练是不可或缺的 很多同学从来不做模考 模考的时候只测分数 你应该 你的模考应该是整个的身临其境 你感受的是考场氛围 而不是考多少分 你那个这个氛 那是不准的 但是考场氛围 是可以模拟出来的 对不对 找个同学给你帮忙嘛 这个教室里安静念作题 那看好时间 尤其到考 看到两点四十五分 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了 还有十五分钟 就让这个同学 老是干扰你 快教教了啊 快了 十五分钟快啊 就感觉到这个状态来了 就这个要怎么样 保持 这个 这个 不受任何打扰 这个状态 多练几遍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 凡是考研的模考 千万不要找一个 黑板上一写 谢谢合作 把人都撵走了 你就应该在一个 非常普通和嘈杂的环境中 保持心无旁无的那种感觉 那样才真的练出水平 你不要以为考研考场 真的很安静 横子复杂的 这个要举手 要上厕所 那个举手要出去抽烟 一会儿来个寻考的 一会儿江河老师 穿高一些 呱啦呱啦到处跑 你不会知道 你的考场到底是什么状况 所以要模拟最苛刻的环境 你懂吗 你叫人家进来出去 不受干扰 这个才能 才是练出来的 这都要练的 你这个后话 虽然是后话 但是我告诉你 考验这一年 一晃就过来了 一晃 大家一闭眼一睁眼 我们马上到年底了 穿上大羽绒服 又坐这了 最后一堂课 来我们猜题了 马上考试了 你信不信 很快就到了 因为一个人 只要充实的过生活 你会发现 时间过得飞快 真的极快的 你们觉得大学 是不是很漫长 啊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觉得 青春很短暂 这个倒是 是吧 很快一晃就老了 一晃就老了 老了 来我们看啊 你把它带进来了 这个是 这个我们把它合起来 看哪些东西合起来 二倍的弯 这样是x分之十 有一个吧 各位是不是有x分之十有了 是吧 然后减去八分之π 那就变成四分之π了吧 对不对 但是减去八分之π 减去四分之πx x是不是得包含在 我这样说 首先它是这些大于灵吧 防空洞 你得人进去 按道理来说 当然它不能很小 但是我们现在 是大于灵 是不是得保证 对吧 你取个负二 那怎么进去 对吧 这什么空间 我怎么出现的空间 这个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什么 我看你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 很多同学找不着 他不找了 他写真无穷 那这个不对了 大家想y是不是也得大于灵 你说对不对 你这个宽度 人家说 举行嘛 高度都有啊 你如果y等零 或者没有了 y等零 是不是意味着只有一个半员 不符合条件了 人家说的是举行加半员 举行是不可以消失的 你听得懂吗 所以由此解的 x在哪里 说 你自己看 是不是叫 π分之 40开根号 你口算都算出来吧 是不是得有这个范围 咋不理我呢 你非要我算啊 x分之五 是不是得大于 八分之πx x大零的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 x平方过来 这个挪过去 40除以π 是这样吧 那开根号码 是不是小于 π分之40 开根号 对吧 所以这个要保证啊 很多同学 做实际问题的时候 你要注意 它有实际的背景 好了 大家看 现在是不是在 一个指定区间上了 对吧 我们看啊 所以接下来 求导 导数一级很硬 求导 L1'等于 来吧 很简单的 x分之一 是不是负的 x平方分之一 对吧 再加上这个x 求导没有了 四分之π加上一 各位 是不是 另其为零 对了吧 由此 立即推 把x求出来 x就等于 立即把求出来 x呢 根号下 40 比上 π加4 有人说 老师 你怎么算这么快 答 算过了 这得自己算啊 你这个东西 会算不 有人说 不会 不会不行 自己 这有什么好算的 把它一向过来 是不是 你把它挪过来嘛 把一个什么挪过去 再挪过来 这一开架就撑了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不用我啰嗦 大家自然知道 这个是史区的负值吧 这平方码 它应该只能正负根号吧 那么这样 根据这个定义率 把它负号去掉了 能动意思吧 史区复制 各位 是不是找到了 在指定区间里的 唯一注点 听懂没 接下来直接说话吧 各位是直接说了吧 我根据实际问题 你现在求实际的 唯一这个注点啊 那它要么是极大 要么极小 但是你不用去判别了 根据实际问题 当然你求什么 是不是最省啊 最省是不是求最小值的 所以这种问题的标准答案 直接就可以写了 由于是唯一注点 由实际背景 由实际背景 必存在最小值 就是截面的周长 必然存在最小值 听懂意思吧 所得即所求 你直接写就行了 当X等于 根号下 40比上 太加4 10 截面周长 L最小 G最省材料 回答完毕 如果你非想求 也不是不能求 大家再求个几件 二级导书吧 那不理我 可以吧 那我给你求一下 这也无妨啊 但这个题做完了啊 这样写 别准答案 已经是满分了 你要非想求 那就这样写 你要非要求的话 你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你这样写 且 或者这样写啊 且 L两匹 等于大家算了 是不是只有 这个求导是 常数求导是零吧 那只有全部求导 那个负十 你不要动它 大家想 X的负二次方求导 是不是先拿个负二出来 是不是乘以 X的负三次方 是不是三次方分之一 大家想 这是不是二十倍的 除X三次方 那么又大零的 这是不是大零的 懂了吧 二的一起背 一阶导数得零 二阶导数大零 是不是绩小值点 是唯一的绩小值 故计为最小值 听懂吧 也可以 你用这个写法 也完全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问题 好 再看一个立体 再看一个立体 我这样说 你明白没有 明白了 这个叫立即推 叫唯一的绩小值 也叫最小值 故 所得即所求 多做点题目 大家自然就会 对这些问题 有所把握了 有所把握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例子 也选自一间题 大家这里面要多做点题目 这是一道题源 后来考验改编了一些题 包括有些学校的期末考 使用了这种题 最后还算了个极限 那个极限是送分的 主要是看前面 求fx在0到1上的最大值 大家注意是给了一个b区间 是吧 那自然你要比较端点了 是吧 我们说三个点 你要是把它找到 你要是把它找到 其实最简单 先把这事办了 请问端点值 f0等于几 是吧 0 因为x去0 f1等于几 0 因为这个一间x得0 把端点值先办了 也挺好 这个题 你至少说能得一分 假如十分大题 我这一分来了 这白送的分 是吧 这干嘛不要 好 接下来我们研究 这个不用犹豫了 是不求逃了 开始吧 f1比x 跟上我速度 前面求导 n倍的1-x 这后面不动 是吧 再加上nx不动 求导 1-xn次方求导 大家注意 是不是首先有个n的平方 是吧 我们不要跳步 是不是n倍的1-x的n-1次方 是不是再乘以负1 别忘了这里面 还有符合求导 是不是这写成负号了 对吧 这是一级倒数 那为了大家 是不是待会求二级倒是方便 你待会求二级倒 主要是干什么呢 主要是判别极值性的 是吧 这个等会 是不是稍微整理一下 是吧 它就等于 大家有公一 是吧 是不是1-x的n-1次方 提出去 好吧 这样的话里面剩下来的 我们看下剩什么 这里头n也可以提出去 是吧 公共的 这几个n可以提出去 是吧 这里面剩下一个是 曹高纸 是不是剩个1-x 这里面是不是剩个n-x 减去n-x 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 你们合起来 就是1-去n加1倍的x 可以这样看吧 这是一级倒数 好 我们另其为0 这个都不用犹豫的 这都是一些 非常简单的思路 是吧 求一级倒 另其为0 找注点 是吧 大家看注点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 大家注意是0到1里头 是吧 0到1里头 大家注意 端点是不是就用过了 是吧 所以我现在实际上研究的 是不是x属于0到1 开具件的 这样的话 这个是不是不可能得0了 因为它不取1 因为1取过了 是吧 端点取过了 是不是这个不能得0 是不是等于0 任务交给他了 所以得到的x 是不是等于1比上1加1 回答我是不是 有了吧 而且大家看后面这个n n是自然数是吧 n取无穷大 待会n是取无穷大的 这个竟然作为自然数来讲 那么它这个取值 要从1开始往后取 这个是不是包含在0到1里头的 对吧 那么它这样的话 就默认n不能取0了 对吧 大家 它说n从1开始取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我得到了这个区间内 是不是唯一的注点 那接下来你的判别方法 你可以自己选择 比如说 你可以选择 用一节导数在左右两侧是否变号 对吧 来决定它是极大还是极小 听这种意思没 对不对 但是的话呢 你说这个 我求的是什么值 我是求最值的最后 是吧 那既然是求最值的话 你觉得还有必要费的探结这一点的极致性吗 没有了 对吧 那么实际上它比大小 是不是意思 所以的话 那二节导数这个事实际上是不需要写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看 这两个端点的函数是不是都是0 我现在把这个点要带到函数里去 所以fx0 它就等于 我带你去了 直接带到这里面去 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 我们算一下 就是n比上n加1再乘以 那么1减x0是超过值 1减去n加1分之1 通分一下n加1分之n是吧 的n次方 对的 又是n加1分之n的n次方 是不是实际上是n加1次方的 看到没 这个是不是叫fx0 你咋不理我 对吧 所以大家已经求出来了 比较三者的值 请问这个是不是0 这是不是0 这是不是大于0 这很简单的 n从1开始取 肯定大0的是吧 所以三者比较 大家会发现 这个导寒柱值 是不是没有误定一点 是吧 所以这三者比较 大家看这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就是说我有注点 没错吧 我有端点 没错吧 可是我没有不可导点 是吧大家 那就行了 比较三者 比较所有的值 取其最大者 为最大值 现在最大值 是不是就是那个fx0 明白没有 所以它就是为 它既然大于0 我们把它记成 是不是叫大m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个大m有一个特点 它是不是n的函数 所以人们把它写成了大m 对了吧 是这样 然后的话去极限 下面去极限 所以limit n去无穷大 大m 它就等于limit n去无穷大 这不就送分了吗 是吧大家 我来问你来打 n去无穷大 这个底是不是去1 这个指数是不是无穷大 这是典型的 e的无穷大 次方法 来一起给我背吧 它等于什么 e的limit 说 是不是v乘u减1 说过了吧 是u减1 不需要再写什么 那种u了 好吧 v就是n加1 乘u减1 那就是n加1分之n 再减n再减1 是不是叫负1 不理我 对吧 所以这个比是不是正好是负1 所以答案点解 e的 负1次方 回答完毕 这道题目 也不难 在这个 实际的 在基础阶段 讲这种题 实际上在考 基础年的考试的时候 这种题都可以 大题小题都能出的 送分题 总之 现在比较喜欢 像立体1那种 应用性的问题 出的多一点 是吧 其实不难 大家多做训练 我们今年也要 在书上 在习题上 在摸考题上 大家都要加强 对于这种 极致最值的训练 也要加强 对实际背景的 这种使用的问题 好 几何应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再强调一遍 四大块 一个 是把单调性和极致 放在一起学 是吧 第二个 把凹凸性拐点 放在一起学 第三个 渐进线 单独拿出来学 第四个 最值问题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结束 大家可以放在 这个一个话题去做 四大部分 明白吗 好好的去做题 通过大量的训练 来加强 巩固自己的几何应用 那么至于 导书的物理用 请看高等数学 18讲的第13讲 我也专门有 对他的讨论 在书上有讲解 那么经济用 数学3的 是有专门的14讲 给大家讲 我都提出了相应的问题了 供大家参考 这部分我们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 这个 我认为 在这个基础阶段 最需要大家 花功夫和力气的 就是 一元函数积分学的计算问题 我们接下来 转入到 极端中文的 第三讲 一元函数积分学 他有四大 基本积分法 在四大基本积分法之前 还需要同学们记住一个 基本积分表 这个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哪四大基本积分法呢 我们要需要备注 哪些重要的 积分公式呢 我们休息一下 整装待发